大家好,歡迎來到星期五,現場直播的《體育世界》為大家主持有嘉欣和鄭兒 首先,看看今晚的兩則互動話題 昨天,林書豪在新賽季NBA首場比賽當中受傷落場 賽後亦被診斷為右膝的奔仁帶斷裂 他將會缺席這個賽季剩下的所有比賽 在這麼多互動話題中,這應該是最令人傷心之一的消息 其實這個消息對NBA球迷來說,亦是很遺憾的 在這裡,各位林書豪的球迷有什麼祝福的話想跟他說 歡迎你在我們的互動平台跟我們一起分享 另外一個就是足球方面 今晚中超聯賽的第28輪,將會首先進行一場較量 遼寧開山將會去到客場挑戰山東老能 這場比賽其實很關鍵,因為遼寧隊如果輸球的話,他們就一定會降級 而另外一支東北球隊延邊富得的補給形勢,亦是很嚴峻 你覺得這個賽季這兩支東北球隊發揮得不太好的原因 主要在哪裡呢?希望在互動平台見到你的評論 對,稍後時間一齊來分享 首先來關注一下電子競技方面的消息 昨天下午被受關注的英雄聯盟第七賽季世界賽季淘汰賽 正式在廣州體育館拉開了戰幕 而為大家獻上首戰的雙方就是LZ和SSG戰隊 同一個聯賽裡面的他們其實之前很多次交鋒過 但SSG戰隊在面對LZ的時候,從下季賽開始就未贏過 本來以為這場比賽應該都會一變倒吧? 大小猜不到還有出線的是SSG 英雄聯盟2017全球總決賽淘汰賽在廣州體育館召開 從入圍賽到小組賽,代表LPL賽區的三支隊伍 未能夠全部在廣州會試 而EDG是止步16強 而WE戰隊和RNG戰隊進級到淘汰賽 昨天下午,廣州市體育局舉行了群體通社會體育場館 惠敏新聞發布會 亦向媒體通報了廣州市群體通的發展情況 在昨天,全運會跳高冠軍黃瑜在廣州出席了某品牌的活動 這位年輕有型的跳高選手表示 希望在東京奧運會會有所得可 另外,今天上午有國家體育總局社會體育指導中心 中國社會體育指導員協會主辦的2017 全國社會體育指導員健身技能培訓廣東站的培訓正式開辦 今天上午,2017廣州市廣約白雲山青少年足球聯賽賽事發布會 在廣州市足協舉行 喜歡踢球的青少年朋友記得留意時間 比賽將會在10月29日到2018年1月31日 在黃老吉足球場和各大業餘體校舉行 歐秦挑戰賽佛山公開賽 今天在佛山高爾夫球會結束第二輪爭奪 中國球員張維倫今天的表現很好 前十個洞已經捉到七隻小鳥 以兩輪低於標準桿12桿衝上領先榜 今天上午,中山市人民政府 召開了2017中山馬拉松的新聞發布會 在會上通報了賽事籌備情況,賽事路線等等 而賽事確定在12月24日正式開跑 我們關注龍舟方面的賽事 第十三屆世界龍舟錦標賽 昨天繼續在昆明進行 中國隊在直到一千米混合精英組的決賽中 獲得冠軍,亦都誓現了歷史性突破 網球方面,WGA250系列賽 莫斯科公開賽昨夜結束了四場 四分之一決賽爭奪 在八位選手中,排名最高的 格爾格斯是以6比3和6比4 擊敗了2016年 往往單打冠軍,特蘇倫科晉級到四強 2017年丹麥羽毛球公開賽昨日 在安徒生的故鄉歐登賽 結束第二個比賽日的角族 中國隊友多人進入了八強 這行比賽在童話故鄉已經舉辦了很多年 但這一年來講,今年對於馬來西亞的名將李宗偉 應該是特別艱難,亦都很無奈 這次他是輸球,進級不到下一輪 其實在今天下午,廣東體育頻道 已經是為大家播出了李宗偉的比賽 如果更加想關注這場比賽的直播的話 不如大家收看體育頻道 在今晚23點大家關注 我們關注一下斯諾克方面的消息 斯諾克的比賽給大家的印象 一般都是嚴肅又安靜的 為了令對手可以專注比賽 一般來說,觀眾都會很安靜 坐在座位上觀看比賽 不過昨天進行的斯諾克英格蘭的公開賽 火箭奧蘇利雲在比賽的時候 突然有一位忠實的粉絲殺手入場 還可以搶球桿去打花桿 這麼特別?一齊來分享一下 真的很溫馨的一幕 這位Auntie很隨自 當然奧蘇利雲也很有風度 很溫馨 講回這個週末 2017賽季FA第17場的分站賽 來到美國奧斯丁賽 車隊和車手的總冠軍之爭 是日趨明朗 法拉利就需要在這站比賽 比梅賽德斯賓士隊 拿到多17分 才可以阻止對手 提前拿到車隊冠軍 一齊看看直播方面的安排 而今晚晚 2017 中國足協室內五人制足球 國際錦標賽 就在常熟正式打響 中國隊第一戰面對荷蘭隊 最後國足以一比二失敗 昨日中國女足和朝鮮女足 在永川進行做一場國際友誼賽 結果中國隊是一比二高負 而昨日進行的女足亞青賽 外衛免冠軍日本女足 是以五球大勝澳大利亞隊 繼續排在B組的榜首 2017至18賽季歐聯盃 今天凌晨繼續展開小組賽的爭奪 阿仙奧作下賽爾維亞挑戰 貝爾格萊德雄勝 最後槍手是因為有門將獅子的精彩破舊 和一個精妙的團隊配合 一比零小勝對手 另外一支英招球隊就沒有那麼好運 我是華頓座鎮主場 迎戰法格勁女李娥 不過開場無奈的一個點球 令到愛華頓陷入困境 雖然他們追平了比數 不過在最後的結果 還以一比二輸給利昂 這個賽過英招聯賽的第九輪 會於明天開戰 近期表現不太好的 李斯特成會一下場挑戰史雲斯 李斯特成已經炒了主教練 沙士比亞 不過新的教練遲遲都未找到 所以明天的比賽 將會由新的臨時主教練 阿普利頓臨場指揮 好,再來看看身邊的中超 中超方面第28輪聯賽 今晚率先開戰的 遼寧要在下場對陣山東佬 其實這幾支球隊之間的勝負關係 和積分都幾多牽制 所以這場球對遼寧隊來說很關鍵 以目前的形勢 遼寧足球如果不可以贏球的話 今晚就會提前降級 除了遼寧之外 積分榜倒數第二的研邊 也是降組的大業案 他們之間的關係都幾複雜 所以就要和大家好好分析 一起分享一下 另外今晚下 中國足協官方宣佈 廣州恆大主席史高拿利被禁止 正低三輪 這意味著史高拿利已經在提前告別了這個賽季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互動話題上面 有哪些球迷朋友的留言 首先來看看關於中超的話題 說遼寧今晚客戰老能 遼寧一旦輸球就會鐵定提前兩輪降級 而老能想要衝擊瓦冠資格 亦都一定要贏球 目前老能和富力的同分 欠第四名的權健兩分 一旦老能贏不到球 瓦冠的資格亦都是漸行漸遠 這位紅魔雲的朋友就說 演變原本就實力一般 外援主要靠韓國的球員 上一次能夠迫到恆大出進 全力都不錯 一個賽季三度緩帥 足以證明瞭足實力麻麻 而且球隊管理一定很有問題 再說只是靠主場贏四場 五降級都挺難 兩次東北球隊降班 但大連一方已經殺中超 而且紅心勃勃 明年中超瓦冠明眼爭奪戰 可能又多了一個對手 看來大家對於中超局勢都相當清楚 沒錯 接下來我們要看看NBA方面的消息 今天一共有三場比賽 在今年夏天組成三巨頭的雷霆 在主場營利了揭幕戰 憑著三巨頭一共得到71分 雷霆在主場是105比84 戰勝力博也營利了開門紅 多倫多速龍在新賽季首場比賽當中 迎戰芝加哥公牛 結果雙病滿營公牛 半場已經落後21分 最終速龍117比101 擊敗公牛 以米斯為首的速龍剃寶 拿到48分 創造球隊揭幕戰的得分紀錄 NBA新賽季的第一次落城打比 在士台普斯展開 最終胡人在主場92比108 得敵敗艇 而球哥波爾的首次演出表現得不太好 只得到3分 9個籃板和4個助攻 麥南網隊協網戰對陣流馬的比賽當中 林書豪突破之後受傷離場 之後接受了檢查 右邊的膝頭哥有傷勢比較嚴重 這個傷勢在南網的官網之後 發表消息說 確認林書豪是游膝笨人帶團裂 確定賽季報銷 這個也是繼希華腳跟受傷報師之後 有一個不好不好的消息 也有球員朋友留言 其實要見到職業球員 其實每天都要被自己高自己快 被自己撞的人埋身肉搏 希望林書豪在歷經挫折之後 可以快些王者歸來 大家都是這樣說 希望他可以早點出現 重新出現在這個NBA的球場上面 接下來我們欣賞一下 今天精彩的NBA五街球 記得留意明天早上 NBA的直播時間 接下來的時間 看到一組的國際體壇快信 這個時候也來看看這個週末 我們體育頻道有哪些精彩的直播 首先是今晚的11點 會為大家直播世界語聯超級系列賽 丹麥站四分之一決賽的比賽 而在星期日的早上和中午的時間 會為大家送上F1 方程式的大獎賽排位賽的比賽 今天是星期五的時間 已經來到週末 預祝大家週末愉快 同時鎖定他的頻道 也會來到週末 會有很多好節目 下次再會 拜拜